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一下美版吃肉方舟 在7月27號禮拜三的更新資訊 那這次的更新將會有維護作業 維護的時間呢,我查了他這邊 12AMPT跟7AMUTC 結果兩個時間剛好是不一樣的 一個寫在台灣下午3點鐘 一個寫在台灣凌晨3點鐘 這是為什麼我好像上一週講成台灣凌晨3點鐘 因為我這邊輸入的是12AMPT 那應該確定的時間是在台北的下午3點鐘 因為凌晨3點其實已經過了 所以不可能是凌晨3點,這一定是下午3點 然後這次大家約會維護4個小時 這次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更新 大部分都是修正一些BUG 然後還有一些防護的措施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詹普斯的國王寶石 現在是可以用的 之前的國王寶石是不見的 那官方證實是一個BUG 所以他們現在修正了 再來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主要是防止打擊外掛或腳本在那邊刷金嘛 這個意思是說有一個賬號如果直接用彩鑽去購買等級的話 就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在選角色的時候 創完角色你可以直接把角色用彩鑽升到一定的裝等 那最高是升到T3 那你直接用彩鑽買裝等之後呢 你會拿到一些金幣 例如新手挑戰裡面會有一些獎勵 會有金幣 然後還有很多外掛他們會直接用一些比較爛的角色 直接去破完所有的天橋 那打完裡面還有兩本金書 這是為什麼現在的怨恨金書這麼便宜的原因 因為你看到會很多兩本兩本一起擺上去 那些都是用外掛然後直接把那個天橋打完 然後直接選了兩本最貴的金書拿去賣 所以很多腳本跟外掛都是這樣搞 直接刷黑卡然後買彩鑽 直接把角色升到T3 然後做一些新手挑戰任務 然後用外掛把天橋打掉 把金書賣掉之後 你身上大概就會有兩萬金 然後再把這個賬號賣給其他老闆 或者是把這些金幣轉走 所以官方這邊做的措施就是 如果你用彩鑽去買裝等之後 然後你拿到的金幣呢 都會被鎖住三天 但他這邊沒有講的很清楚是 從哪裡拿到的金幣會被鎖住三天 還是說 新帳號所有的金幣都會被鎖住三天呢 這邊沒有講的非常清楚 不過如果是老手的話 這根本就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個主要就是打擊那些刷金幣帳號用的 再來每個禮拜可以購買的好感度道具包 現在暫時從商城中移除掉 那是什麼原因這邊沒有講 這邊只是說跟他們本來的期望不同 所以應該就是有出一些錯誤啦 那這次的更新就這樣 不過官方呢有在他們官網中呢 放出來一個關於練小號的文章 那練小號大家也知道嘛 為什麼我們玩這個遊戲要練小號 主要是小號可以打週本賺錢 可以打軍團本賺錢 可以打守護者賺錢 那守護者以前比較好賺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T3大顆的LeapStone 已經幾乎飽和了 就是賣也沒有什麼價錢了 大家充的裝等都差不多了 像我們這個伺服器已經慢慢跟韓服 還有惡服他們類似 就是我們的版本沒有開的那麼快了 那大家的裝等也都充的差不多 就不太一直需要趕快充裝 然後趕快可以打新的副本 所以大家就是慢慢充裝的情況下 大家材料自己打就自足 就會夠 所以不太需要去買什麼LeapStone 買充裝石等等的 所以所有的充裝材料現在都在慢慢的降價 那降價之後呢 我們的小號打守護者再去賣這些LeapStone就不值錢了嘛 所以現在小號大部分的金幣來源 都是從周本 就1370周本 兩關然後日月錄 然後再加軍團本這樣子 加起來其實一隻小號在一個禮拜也大概會有 至少會有5000金以上 看你的裝等到多少 那我們知道現在我們一個賬號有限之就是6隻角色 能夠在周本啊 軍團本啊拿到金幣 所以大家最好就是除了你主要的主號之外呢 再練5隻可以為你賬號賺錢的小號 那當然要看你自己有沒有時間啦 因為如果你有6隻角色的話 你一個禮拜光周本 軍團本 日月錄這些全部打完就至少有20000金 而且你玩不同的角色你還可以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技能 像你比較看得懂喔隊友正在幹嘛 像補師可以幫你加攻擊 他加攻擊的時候招式看起來什麼樣子 動作是什麼樣子 這個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在補師放這一招的時候 你剛好開爆發 就可以配合的比較好 所以玩小號其實也蠻重要的 那玩小號要怎麼比較省呢 就是看你的刻印有沒有重複到 假裝我今天Heatmaster 打擊大師或者是大家有些人稱為徹擊 這個刻印如果我吃到金書吃滿的話 那我就是法師可以用 我的占卜師也可以用 我的魔人也可以用 我的槍砲也可以用 就是盡量挑選你的小號也可以使用到這些刻印的角色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比較省一些投資到小號身上的資金或資源 那官方在時不時也會送一些 Power Pass或者是送一些快車活動 所以我們要什麼時候衝小號就是在官方有開活動的這段期間 你就是練一隻新小號 那官方只開一個活動你就練一隻 那下一次官方開下一個活動你再練下一隻 你不用一口氣把五隻小號存都練起來 因為官方在開活動的時候小號衝裝等是超級快 而且號的材料也非常少 那就那時候再衝就可以了 那小號的裝等要到什麼樣最賺錢呢 至少要到1370 因為現在官方的活動都馬開到1370 那1370我們知道可以打兩個困難的周本 然後還可以打日月路 那當然最賺錢的小號是要1415啦 因為你家緣已經可以研究提升衝裝成功率到1415了 所以小號到1415衝裝成功率會比較高 那另外就是你還可以打P3的日月路 又可以打普通的牛軍團本 但是你會少了兩個1370周本的金幣 那小號的每日任務 UnaStats跟主號是分開的 每一隻角色都不同 那我們知道每日任務裡面的Leapstone 是不可以給別的角色所使用 但是裡面的銀幣可以 所以如果你缺銀幣的話 你練小號然後每天呢 都去做一些銀幣任務的話 你的銀幣會賺得非常快 而且每一隻角色的Bifrost 就是即時傳送點 是分開的 所以你的小號可以放在一些 每日任務需要直接到的地方 你就直接傳過去 趕快把任務做完 你就直接傳到下一個任務地區 每天可以做三個任務 所以小號做任務也會非常的快 這個遊戲是非常鼓勵大家去練小號的 不過最終還是要看你個人有沒有時間啦 如果你有練小號 你會發現你的主號 金幣會多很多 資源會多很多 那衝裝也比較好 衝到高等 好啦就是看到官方有分享這個 練小號的文章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這遊戲真的非常鼓勵大家練小號 因為有沒有練小號 你的整個帳號資源會差非常多 OK啊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了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分享 訂閱 把小鈴鐺打開 我們下一次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